最後跟老師稍微介紹我的部落格 那我們在這邊的話 你可以直接打我的關鍵字就好了 你直接打數文老師就可以了 我好悲關鍵字 男生馬愛心嬌嘴 其實你在網上可以找到我們很多資料 但是我覺得還是要請教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我的這個部落格 那也可以看到有那個Youtube 那但是你都可以從這個連過來 好你連過來之後呢 我會有一些就是 就是那個文章 那麼您從上面呢 也可以找到我的那個Youtube教學頻道 好Youtube教學頻道 這個部分是我如果是在外面延期 比如像我們今天延期的 我就會把它放到這邊來 好放到這邊來 那比較重要是 我都會用播放清單的方式去做整理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可以看到就是 我們是什麼時候去哪邊的 那就找到的就會都在屬於那一塊領域的 就那一天延期的內容 這樣子的話呢 您再找 下次如果說 你想要看一下 我這個裡面有什麼內容 有沒有 我這邊都是照這樣 010203 你就會比較清楚 每一個主題都會分 分比較清楚 這是第一個就是我的那個Youtube頻道 那第二個呢 呃 延期的地圖 這應該還好啦 就是看我的足跡而已 就去哪邊 延期的內容 我就會把它寫在這邊 這樣看足跡比較明顯一點 好 那再來呢 這邊還有比較特別就是 有一個那個免費軟體下載區啦 免費軟體下載區 其實我上課都會介紹一些我覺得不錯的這種免費軟體 那您可以從這個地方去下載 我都有幫您做好分門別類 但是還是強調一下 只有免費沒有付費的 反正付費不會放在上面 好 這個是給各位待會做參考 最後呢 這裡有一個PREASE簡報 您剛剛有看到我們在這個 這個PREASE簡報的部分 那這個其實也是 蠻不錯的一個線上服務 那你可以像我剛剛一樣就是把它變成一個離線的 因為畢竟大家都用了很多的什麼 很多的PowerPoint的嘛 對不對 偶爾也要換換口味啊 對啊 那它現在這個其實有支援中文 好有支援中文 所以您輸入那個中文字也OK 當然字型就沒什麼好選啦 就是那個黑體而已 只是它的方式呢 就像您所看到的 它好像一張什麼 大的新字符 有沒有 大張的紙 我不需要 我回首頁 有沒有 像這樣子 那你要看哪一個 我點過去 它就進到那邊去 等於說 我們以往簡報都是 一張一張一張 每個都是獨立的 這種方式就好像一大張紙 你想要看哪就看哪 那這個呢 使用起來也蠻不錯的 偶爾用一下 其實效果還蠻好的啊 好這個是給大家參考一下 那麼我剛剛講的 包括協作平台啊 或者這個PREASE 其實在我的那個 YouTube的頻道上 都有相關的那個教學影片 好教學影片 那麼另外呢 我在右手邊齁 除了我文章的分配 你往下走 在這邊 有幾個 學校我比較常去的 我也有幫他們建立好 就是那個寫作平台 比如像這個中正大學教發中心 因為我每個學期 大概都會去兩到三次 那 他們學校的數位學平台 就不讓我用了 我就不可以 好吧 那我們就自己建立一個啊 所以 這個就是用寫作平台 所以我每一場延期 什麼時間 然後呢 都放在上面 那錄影的影片 也放在這邊 連那個什麼 連那個問卷 現在比如說 我們每次延期完 不是要填問卷嗎 那麼現在問卷 我都坐在這邊 他們每次問卷完 比如說像我們這個學期的 兩次上網的 那我就可以直接從這個摘要 直接就馬上看啊 有沒有 從這邊看 然後你要看那個 回復的內容 這樣問卷不是填完就出來了嗎 這樣不是很好嗎 老師平常參加延期 你有看過那個問卷統計結果嗎 應該都時辰大喊 好可惜啊 因為別人搞不好有跟你一樣的問題啊 對不對 那講的不好 有沒有 像這邊就有一個 都是不好不好的 有沒有 哈哈 難免會遇到 可是我後來我發現 他其實是弄錯方向了 因為我們那個 比較好的是 哈哈哈哈 那我為什麼會知道 因為你看那個 看那個 他填了之後 然後看 看最後面那個建議 你就知道 他的建議跟那個 是選顛倒的 哈哈 但是 有些人就是不小心弄錯 那也沒關係啊 因為 你看這裡 有沒有 以前呢 我在用這個問卷的時候 這裡沒有寫 沒有這樣 只有上面這個 就是上面跟他說 五是表示很滿意 有沒有 那現在我 為了怕他弄錯 我就又在這邊又寫了 哈哈 可是還是又有人用錯 但是應該機會比較少一點 好機會比較少 其實有些東西就是可以即時呈現出來 我們就讓即時呈現出來 其實大家的 就很清楚嘛 但是又公開嘛 這樣是不是就 大家比較能夠 馬上獲得這些資訊 好 我想可能今天 剩下大概五分鐘 不知道大家 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有沒有 有沒有 欸老師 廖老師請教 就是說 比如說你剛剛用 在寫字的時候 螢幕上面畫 畫去那個 對 但是你只是畫線圖 假設你寫字也是用這個滑鼠嗎 欸對 那這寫起來就不漂亮 欸對 那他也可以 那他也可以 如果老師你要用手寫板 那也可以 那他這邊也可以 如果您是搭配我現在這個的話 那他也可以這樣子 就是 比如說我在這邊 你看 鍵盤上的T 那他可以打字 用打的 對 但是如果說手寫 比如說 手寫就 對就比較差 對對對 像比如說寫 寫的比較 我知道 我知道 老實知道 不是就要寫板書的意思 寫板書的話 其實 他這方面當然 您可能就是 用滑鼠是真的 不是那麼好寫 那 有沒有什麼軟體 可以搭配 嗯 可能你還是要搭配 類似像Wacom那種 手寫板 但是板貴 手寫板 看您的尺寸 如果您要方便攜帶 大概就是4乘6 4乘6那一種 可是他書寫範圍就比較小 好用嗎 嗯 還好吧 只是 他因為他也是滑鼠 所以就變成說 看老師習不習慣 用那個當滑鼠來操作 不然就變成說 你的筆跟 你的筆跟那個滑鼠要 我要寫的時候再拿筆 然後要操作的時候拿滑鼠 因為有的拿那個數位筆 會不習慣他的那個滑鼠的操作的感覺 會有這種心情 大致上是 像這樣子 基本上 因為 你要在上面寫 除非說 像有的那個Wacom 他有一種是 螢幕本身就 直接在上面寫 那這樣是最直覺的 可是那個 一台 好幾萬 可能就不是每間教室都有 這個部分確實是 比較不OK 那可能有一個可以 稍微替代一下就是 我們現在那個平板 或者是那個 呃 我們現在Lawbook 有一些有觸控嗎 那你搭配那個 在上面直接寫 也許是一個方式 這樣你就不用買筆 那我就直接在你的螢幕上 直接寫 那把這個這樣投影出來 投影出來 只是如果你是錄影的話 呃 在平板上 那他可能就是 通常是搭配那個APP 那有的APP 是屬於付費的 就如果你要做錄影的部分 這樣子 他寫字的部分 應該搭配我們剛剛講 那個應該是還OK 欸 大致上是這樣 這樣 那 其實還有一個 手機的那個輸入的 我順便跟老師 介紹一下 那個手機 輸入的啊 或者平板 比如說剛剛老師 我們講到 您上課想用平板 這樣投影出來 那你在上面寫 要寫得很快的話 不像老師平常的手機輸入 您都是用什麼方式做輸入 註音敲的不累嗎 用唸的 唸的 唸的辨識要不要一點時間 這樣會不會怪怪的 你唸一下 然後他辨識一下 所以有一個啦 有一個 老師您可以做參考 有一個叫做My Screen 這個 這個 Stylus這個 這個 您可以查查關鍵字 這個 那這個在Android上有 那iOS的話要到 好像是蘋果要到iOS 6 6以後才有 您可以再看一下 那我操作一下給您看 那你們在自行決定說 我這個適不適用 那這一段呢 我想我先停一下 我把它另外錄影